你對這個數字的意義和你的投票率是否有得到? 當然,補選一般都會比換屆選舉的投票率低 但是今早都看到不是太理想的投票率 所以我們在下午會再繼續走多幾個站 也會用盡各種方法呼籲選民 今天一定要行使重要的一票去為香港的未來守護香港的公義和法治 相信我們下午可以令到投票率會有比較好的活性 但是我們都明白補選一般都會低投票率比換屆選舉 從市民接觸的反應去看你自己對選情樂不樂觀 所以其實資訊都是不一致的 我們在街上高我們看到有很多支持者 甚至是握手和打氣和鼓勵 說已經投了1號給我 我們看到在街上的反應 我們是覺得很感恩和鼓勵 但是相反就包括我們昨晚已經出的嚴峻選情 是因為一個滾動的民調 連續三天我都排第二 而且是越來越擴大 我已經落後9個百分點 今早的投票率也不見得比之前好 所以我在街上高所遇到選民的反應和統計出來的數據 似乎有一些差距 我想我們要再進一步分析看看情況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一定是全力以赴 團結一致 一起呼籲選民一定要今次 不是投我姚重嚴這麼簡單 是為香港的未來公義、法治、民主、自由 是為香港的一次重要抉擇 希望大家市民一定要珍惜今天的重要一票 好嗎? 好 當然了 我們會再等多幾個小時 看看數據的變化 投票率 我們看看會不會下午 等大家喝麵茶 可能吃完午飯之後 會不會有比較好的改善 我也做多幾個街站的呼籲 如果繼續擴大 投票率再相差更遠 我們要考慮 可能會有更加嚴峻的成果 你覺得投票率低是反應不同的 會不會反應選民 其實是政治冷淡的 現在我又不會叫做投票率低的 它只不過比起半屆選舉低 大家都應該理解 半屆選舉是全港的 而且氣氛也好很多 也有大件事來的論壇 不會橫跨 新年 所以不需要立即有結論 但是無論如何 今天大家看到 天氣也不錯 天氣也不錯 可能大家在那個時間上高 上午出來投票的人 和夜晚的人士 可能在年齡上沒有一些 美國民主人不一樣 所以我猜還是等多幾個官方再去分析 好嗎?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們經常聽說 對面鄭永順放棄的位置 其實是防守核下的感受 有人已經打了電話去投訴 其實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還有什麼回應呢? 當然了 現在九龍西有72個街站 大家都理解 都看到有一些不符合規則的情況 我都呼籲負責站的義工 我們自己都跟足所有的守則 而且有任何需要簽證 我們都馬上會合 如果遇見一些不公平 會影響選舉結果的情況 我們都呼籲他馬上做口訴 香港其實需要有一個公平的選舉 我們就不建議 出現一些 可能是故意偏向某一邊 或者是 透過某些行為 導致某人當選或不當選 都是為民主選舉行為的 好嗎? 好,謝謝 你這個說法是 不是事實 其實我的了解 我既然在這裏出生 在這裏長大三十幾年 住在尾夫 在這裏讀書 在這裏工作 而且我做了四個區的規劃研究 也都在長期幫街坊更進思考 相反呢 如果你只是做區議員 你只是在一個萬多人的人口 一個很小的區 完全性不上九龍西的選區 所以只有我呢 是做過立法會議員 所以從任何的角度說 我的經驗、資歷、認識 工作表現都是 比其他兩位參選人更加有誠 好嗎? 蔡允舟說呢 他有信心可以戒到你的票 那你有什麼回應? 就當然啦 每一位公民都是有參選團 所以我們是會 譴責選舉主任無理取消公民參選團 所以既然每一位 香港公民都有參選團 那蔡允舟先生呢 如果符合了相關的規定 是參選呢 那去自然就會拿走 其他參選人的票了 那這個都是在公平競爭 情況下呢 我們都是予以尊重的 好嗎?